全包得很美 參賽者們先享用越南春捲 接著戴上眼罩 拿起鍋鏟開始賣力的鏟錢 因為時間一到 托盤內鈔票數量最多的人 就可以獲得越南的來回機票 3 2 1 提 把鏟子放下來 第一名是3號1200張 很開心可以得到這個 越南的機票 沒有 就是亂產 就是那個手把拿短一點我在想 其他參賽者雖然沒能贏得機票 不過還是可以獲得住宿券 以及餐券等好禮 而雖然暑假已經悄悄的進入尾聲 還是有不少民眾 在這次高雄巨蛋國際旅展開始的第一天 就來到現場看看有哪些好康 就是說看要比較一些行程 然後想要去日本 東北 對 然後就是看各家的行程內容 不過我們可能就考慮 沒有辦法自由行 就是會跟團 因為可能是冬天去 會比較去冷的地方 飛海盜 我姐姐說她有去過不錯 她想要再去這樣 還有人因為孫女一句想去看下雪 就特地帶著小朋友來到旅展 希望能有機會 與孫女一起出國賞雪 因為有一天我的孫女跟我說 她想去下雪 我就想說什麼是下雪 原來她想去看下雪 所以我想來這邊 找下雪的行程給小朋友 我覺得有比較優惠 比我網路上看得好一點 重點是有人解說 不論是國內旅遊還是國外旅遊 都有旅行社推出優惠方案 價格比想像中還要便宜許多 還有旅行社看準淡季出國商機 旅展限定季出最高第二人 減1萬以及歐美紐澳5萬遊爪等好康優惠 主推的也是有關於整個冬季產品 像北海道還有日本東北的散風 那只要這四天來參加旅展 我們第二個人最多減5千的優惠 9月21單程 從高雄到香港只要2400台幣起的 這樣子一個票價 那也不用擔心我們是一架全包 所以即便它是2400起 那你在船上你是吃喝玩樂住 這個是全部通通都包括的 我們以賞風來講的話 今年的一個賞風價格 就落在一個相對合理區間 比如說到日本北海道賞風 只要3600 那還會搭配像北海道的鳴謝 像這個季節也是屬於 日本三大鳴謝的一個開始的季節 韓國賞風也只要17800元起 那這個在過往來講 賞風情可能以韓國團會落在2萬上下 這次旅展也相當做了3000塊的促銷 疫情解封國境開放 即使暑假假期進入尾聲 還是不影響民眾想要出國旅遊的意願 旅展首日現場就充滿著滿滿的人潮 記者潘志光莊舒婷高雄報導